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这个是川普在真相社会所拿出来置顶的一张照片 这是另外一个人 川普的粉丝 这个人叫安德森 他登出了一个片子 但是川普就把他转载置顶了 今天很显然川普给我自己的感觉 传口气 所以他今天上午基本上都是转推别人的东西 他自己没有写什么东西 几乎都没有写 但这张照片就比较特别 是人家做的 是一个这个人叫安德森自己做的 把川普昨天晚上的监狱照 囚犯照 作为一个集中点 然后呢 有19把 拿出有19把枪 这19把枪里面呢 有着代表着整个各个方面 川普所遭受的压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安提法 有fake news 有fbi 有这个弹劾指证 有民主党 有这个就是包括他就叫弹劾指证 还有美国司法部 那还有深层政府 这个有这个叫做应该叫极权主义 或者说种族主义者 他就分了一个 还有四一共有四项指控 有共产主义 有马克思主义 这个里面唯一一个突出的人 就是一个个人 就是索罗斯 在上面是索罗斯 所以这里面 他下面还有一个人 我不知道这个人叫Renos Renos是指国民党 是指国民党 是指共和党当中的建制派 所以他但是呢 他把整个对川普的迫害 背后的真正的黑手 是索罗斯 因为这是这是被他点出来这么一个人 那我想跟索罗斯 在美国政治上的参与 在美国司法体系上 用钱去资助了某些很关键的地方 在选举中就有很关键的地方 都有着索罗斯自己花钱买来的人 每一个人大概两百万三百万 有多有少 价码不同 有男有女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 有检察官 有这个 有检察官 有警察局长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当地的法官 有法官 然后有 大概检察官是最多 因为律师缠不上 大概他花了一些钱吧 有没有上意 我不知道 但是索罗斯很精于计算 所以很显然 他就思考过 他统计跟思考过 在美国大选的 近年的十年里面 大选当中 能够产生巨大争持的地方 或者说 关键的一些 因为选举在州嘛 关键的一些影响这个州的 他的选举结果 结果的那些关键的县市 然后他在这些县市 去花钱买掉那些主管投票的人 或者是主管司法的人 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一个地方的官员 那么卖病 就跟川普没有任何关系 结果在大选时 起了关键作用 在亚利桑那 佐治亚 宾州 密西根 都出现类似的场面 那曾经 他们可能在德州 花过大价钱 德州没有拿下来 但是德州有一些县市呢 就变得非常的猖狂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背景 那这个人 就以这样的方式呢 在真相社会上登出来 结果我想可能被川普深度认可 就给转载了 所以在深度认可转载之后 作为今天的置井的推文 从而就影响到 在英国的美日电讯呢 英国的美日电讯 就把它作为头版头条 置井在最顶上了 就把这张照片 那来代表今天川普的 代表今天川普的态度 我看有没有 这儿呢 这就是今天的 美日电讯的 现在头版头条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他的标题就是 川普在 19支的枪口之下 有十把枪 19把枪 19把枪里面 包括四把被 被指控 就是他的 告他的案子 然后包括司法部 FBI 他转发了 所有敌人的照片 包括索罗斯 FBI 深层政府 民主党人 所有人都用枪 指着他投入 这就是 来 讲述 我们跟大家分享 讲述这个概念 里面他用了一个叫 练同辟 我没有看出 哪个是练同辟 因为我们里头看到 实际是 共和党当中的建制派 共和党当中的建制派的人 但是呢 代表了今天的一切 那我以为也就代表了今天 其实他的完整性 代表政府 代表政党 代表美国司法 代表美国社会的层面 美国精英意识的层面 以及这个美国社会 主控的 主流的这种 发出声音的地方 里面都带有利益背书之下的欺诈 这是 这是我 我以为了 所以里面就讲 说这个表情包呢 分享大概有四万八千 四万八千人 而他故意用到 就是说 川普的意思呢 就是我今天蹲奸入狱 是被这整个这十九宗势力 给压迫下来 那如果你去掉那个 把四个指控变成一个呢 就十六个 是 你把四个指控变成一个 就十六个 所以这就是 我们看到他的表达 里面全球主义 法西斯 深层政府 永不投降 我们与川普一起 在这整个这个画面当中 是 是在这里 就上这句话 永不放弃 永不投降 与川普总统同在 这是这个人登出来 所以 那在 英国的美日天讯当中 就认为呢 他是川普的态度 川普的态度 所以这里面就比较突出了 也就变成了 美国社会当中的公开的分裂 那这整个这个层面 代表控制这个国家 有法律 有新闻 有法律 有新闻 有钱财 索罗斯同样代表了钱财 有着完整的意识形态 有着摧毁国家的全球主义 全球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对吧 有着马克思跟 马克思主义跟共产党 然后下面就介绍整个背景 再次介绍这背景 然后就介绍了 这个这个图表本身 是来自于叫做安德烈 我看就安德森或者安德烈 他说是个女的 使用这个名字叫 川普 使用那个名字就是 就是叫什么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 第47届美国总统川普 崇拜他是个爱国者 他说有很多事情 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 这是这个 这张图表人写的话 因为他只想救 他只想救美国 你的勇敢与大胆 你是就形成这么一个背景 然后呢 他就主要是介绍他了 又提到川普回到推特 就文章介绍 川普回到推特 川普被抓捕的形象 以及川普本身呢 在X拿到的最终的流量 2.51 就是跟马斯克的中间的 那份对话 所以非常直接了当的 嘲讽了共和党的 在福克斯的平台上的论坛 非常非常具有嘲讽性 但这种具有嘲讽性本身呢 可以看到他的真真正正的比较 那完全直接比较 他说有难度 但是呢 从正常的观看量来讲 完全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是不一样 川普是获胜的 因为量级 整个人们浏览量概念 差距太大 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了说 整个在这个辩论会 有五千一百万 五千一百万 是集合了所有 开播电视的平台 那单纯在福克斯 他的主平台上 只有一千一百万 只有一千一百万 连就是川普的 那一份节目当中的 连百分之五都不早 他因为他那部节目 达到了2.5亿 那一千一百万 可不是百分之五都不早 所以这就是一个 真正的量级的对比 然后他提到 这里面提到川普嘲讽了 这个嘲讽了这个拜登 那这就是后话 用的是这张图 那嘲讽拜登呢 说瘦得跟小鸡子似的 对不对 连上直升飞机都上不去 那这个嘲讽的基础 是在佐治亚州 拿出了川普个人的 身体的资料 体重230磅 身高六英尺三英寸 大概是六英尺三英寸 就讲述他身高 六英尺三英寸 大概一米九 215磅 我记得230磅 然后他有编号 所以这是一个 完全对比的概念出现 那被媒体关注的 就是川普首次指明 谁是他的敌人 谁把他送到了今天的 成为了送到了监狱 臭名昭著的监狱 为美国的历史 创造最悲剧的一天 所以美国不再曾经了 一切都从头而来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